电车已经在香港服务了超过一个世纪 也是部分市民常用的交通工具 在以往,电车转轨的工作 是要由一群电车轿路员用人手操作 直至1992年,电车采用自动化转轨系统才取消 重温80年代电车轿路员的工作 轿路员的工作是专门帮助电车转转 接下来这个电车就要转转 这位轿路员一看到的车牌就心里面有数 弃定神闲地推一下身边的手掣 接通路轨的剪刀头 再拉一下这个墙壁,接下来电纜 电车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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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外電車轉彎 現時全職的叫路員 一共有22位 他們在擔任叫路員之前 大部分都是電車公司司機 或者是售票員 所以我們都可以叫他們 做老臣子 一般叫路員的工作 都是很寂寞的 因為難得有人跟他們接觸 只是有羅素街這個崗位 因為沒有一個艇困 跟周圍的人少一點隔目 要不然 就像軒尼斯道這位 跟眼前的巴士搭客 面面相吹 不過大部分的時間 他們都是相對無言 此情此境 看來都挺幽默的 不過可惜雙層巴士 也帶了麻煩給這班叫路員 高的崗位和低的崗位 兩個崗位都是這麼大的責任 香港雙層巴士多 而且車又多 所以我們離遠 就要吊著那些車的車位 要看著那輛車 車號碼 要記住它 那輛車飛出來 我有點害怕 那輛紅旗就怕那輛車撞過來 那輛石小柱 以前那些老人 在那裡弄開的 怕那輛車駛過來 駛起來 駛起來駛起來 就把柱子在那裡 這份工作 時時刻刻都要打醒十二個精神 所以電車公司規定他們 不可以收聽收音機 聊天 還不可以離開崗位半步 連上廁所 都要由溪柴頂梯 才可以走開 但是這班叫路員 他們就非常明白 自己那份工作的重要性 每逢做出事情 我們都一定要有責任 唯一整條電車線 都是屬於我們本核的 但是一有了意外 在那裡 整條線都不能通車 對了 那下次我們坐電車經過 見到叫路員坐在那個艇上 我們會不會想一下 就是這班工人這麼盡責 使得我們的電車交通 能夠維持暢順呢 我的電車 如果是鳴門的 我會讓他們 世界我會不怕 自己隨機 我會不怕 我會不怕 自己海域 我會不怕